大家好,我是汉语老师谢帆 随着春天的临近,在日本,樱花逐渐进入生花期 在中国,各地的花也尽相开放 那我们今天一起去一宝眼福吧 中国的赏花名地比如有以上这些 在这里呢,只列举了代表性的赏花地点 其实远远不止这些哦 首先是武汉大学的樱花 每年的三月末,这里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 五大的樱花节采取免费网上预约制 门票一发行就一抢而空 校园里天天爆满,日间客流量超过一万人次 第二个是南京梅花山的梅花 梅花山被称为天下第一梅山 这里梅花品种丰富,种梅传统已有一千多年 现在山上有梅花三万多株 第三个是洛阳的牡丹花 四月份是牡丹花盛开的季节 洛阳牡丹花会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是观赏牡丹的极佳去处 第四个是云南罗平,四川雾园的油菜花 每年三月到四月,漫山遍野,金黄色的油菜花与周围的景色构成一幅幅唯美的天然画卷 使得每一个逃离城市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宿 第五个是西藏林芝的桃花 雪山的圣洁威娥与桃花的香软柔美 完美地融为一体 美得清新脱俗,让人沉醉 最后一个是贵州碧杰市的杜鹃花 每年的花期大约是三月底到四月末 各种杜鹃花竞相开放 铺山盖林,千姿百态,五彩缤纷 好了,看过了各种各样美不胜收的花海 你是不是产生了去中国旅游的念头呢? 赶快行动吧! 我是从四月开始担任周文讲座 汉语绘画高级班和汉语高级沙龙的老师谢帆 欢迎感兴趣的同学来参加 详细情况请在立命馆孔子学院官网上确认 我们下期再见啦!